像這樣拍照 為什麼我這樣教你很多 為什麼我覺得這樣教你很多 其實這是他在講啊 在講說我們認識這樣七年 七八年 我們從來不記得 我不會記得 結婚中年紀念什麼時候 對 不會我那天一月多 然後我才想到說 就是我們到底結婚幾年 因為我記得我們結婚紀念日是二月 然後就所以我想到時候已經是一月了 我就想說 我們兩個就這樣 在忙碌碌當中就忘記了 其實 我每天我都在很開心的情況下 我不用特別選這一天 然後營造一個很開心的 你會有點受傷嗎 我有說單身嗎 就看報道的時候 不會 反而是他後來 就是他有說他就是跟我交往 然後我就說 我還一直問他說你確定嗎 或是 有時候我們在東區 我們很少會進台北市 我們平常都是在 山上嗎 然後我們進台北市的時候 然後他有時候就會要牽我的手 然後我就會反而是我自己覺得 好像是我求他牽手一樣 對 我自己覺得 我就很自然會 就把他手拉起來 我說你是在說什麼說啊 他說到底是誰有偶包 我就會 你是偶包是不是 比如說我生小孩 我不可能 以前我的個性不可能 不光有小孩照片 跟讓大家知道大夫現在在做什麼 但我後來想一想 我覺得教育這件事情蠻重要的 就像是 現在 應該怎麼 我們站在一個 能夠有傳播的 工作崗位上 那我覺得我們更有 更有能力去 把好的教育 跟好的教育模式 跟怎麼樣教育的模式 利用這個傳播出來 給大家 才不會造成 現在社會上有很多 譬如說 虐童啊 或者是他動不動就打起功課 我覺得這功課 他是真的蠻厲害的 就 在有 剛剛有小孩的時候 他就對育兒很有他自己的一條想法 一開始沒有實行的時候 你就會心裡會空想想說 這真的有可能會做到嗎 但是 以目前來說 我就覺得 他真的要做到了 你說訓 訓過嗎 對 他現在還是有點把 大夫當做 阿毛的教育 吃飯這件事情 我也覺得很神奇 他現在九個月 他可以自己吃飯 他可以自己把 他沒有辦法自己挖 但是就是我挖好 給他說 你自己拿 他會像自己拿 然後這樣吃 九個月而已 他可以自己炒 好好吃 他會對準這樣 他會對準這樣 為什麼就是他本來是開心 所以大夫的每個第一次都會很讚 比如說他游泳 他洗澡 他現在洗澡很自在啊 他從六個月開始洗澡 六十 反正從小開始洗澡 我都是 水拿起來就直接從頭上開始澆 啊 我要澆水了 啊 洗洗洗洗 啊 非常非常簡單 我沒有這樣抱過來 洗頭啊 小心啊 弄到水 沒有 我只有教他 先 不怕水 你只要不怕水 你愛玩水 我只要不要嚇到你 你會越來越喜歡 洗澡這件事情 玩水 常常都會有那半秒鐘 我覺得欸 好像 好像可以喔 還是沒有辦法 都已經想了超級強 想到現在 我有時候在睡覺睡不著 又摸著牆壁這樣 還是牆壁 你們不要覺得很荒謬 每天晚上很多人都要問我說 你覺得我講什麼 到底會不會沖過去 你是不是心海神看太多 手沖在牆 牆壁 就像有任意門 他平常在家裡講這些 你都 就小小的聽了 我還在牆壁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一開始會跟著壞牆壁 後來就 喔 我很喜歡天馬行動 就像所有的事情 對 所以我就覺得 演戲這件事情 真的很 很細微 他把演員這件事情 所有的觀察 很細微的事情 其實他生活上 都是這樣子 所以剛好 他去工作的時候 就把這些全都帶去工作 那我以為之後有想要付出 我覺得媽媽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把小朋友做好 戴好 戴好 媽媽這個角色做好 然後把小朋友戴好 好嗎 小心 呼吸 好 魄